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 在美国有一个美国教会的牧师 他的名字叫做Herald Kending Herald Kending 他不只是一位教会的牧师 他更是一个基督教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他曾经有五次预言世界的末日 第一次是在1994年的9月6号 可是你知道他为什么要预言五次吗 因为一次都没有发生 所以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往后去延迟 他的世界性的末世的预言 他甚至最后一次 在说到2011年的5月21日 是世界的末日 就是just judgment day 就是审判日 甚至他说 他说圣经怎么样 the Bible guaranteed 圣经说一定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 在5月的21号2011年 在这个日子里面会怎么样 他保证会有大地震的发生 会有人会被提 会有3%的人口会被神提到天 进入到天堂 而且在五个月后的2011年10月21号 世界会中心 今天是2019年3月30号 有没有发生 没有 对不对 在台湾的南头县 有一位自称为王老师的人 预言在2011年的5月 台湾会发生14级的超级大地震 台湾会从北回归线 分为两半 会有170公尺的海啸 侵袭台湾 所以这位王老师 他就购置了100多个像这样的货柜 在南头山上的山区里面 就开始储存粮食 准备避难 这件事情被台湾的媒体 渲染成为世界的末日 叫做511地震预言 最后怎么发生 没有 所以因为人们 他们对于世界末日的 充满各种的好奇 甚至充满的恐惧 甚至充满的彷徨 他们不知道在世界末日 发生的时候会怎么样 而你知道吗 好莱坞也制造了各种样的超级大片 有的影片说 当大地震发生的时候 湖泊水坝会垮掉 然后会造成大灾难 而甚至在世界末日会有接二连三 接二连三的大地震 会造成巨大的海啸 会怎么样 会侵蚀陆地 使得旧金山 甚至在旧金山地区 会造成万丈的深渊 会使所有的城市 旧金山变成一片的飞墟 不只是现代人 对于未来充满的狂烘 充满的惧怕 在耶稣的时代 门徒也问耶稣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日 有什么预兆 耶稣讲述末时的预兆 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四章 马可福音的十三章 以及路加福音的二十一章 当门徒问到耶稣末时再来的时候 会有什么样预兆的时候 耶稣给他们四个征兆 第一个征兆 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七章 民要和党 国要和党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所以在卧室的时候 会有开始这样子的灾难的起头 会有大灾难 这些灾难包括地震 包括战争 包括饥荒 包括天荒 包括天灾 包括人祸 而这些都会造成许多人的上升 可是当这些灾难越来越多的时候 就有许多假基督 假先知 他们的机会也越来越多 他当人心越来越彷徨的时候 越来越无望的时候 越来越害怕的时候 这些假基督 假先知就会起来说 来吧 跟随我吧 他们利用这些人的彷徨 就召集群众 百姓来跟随他们 其实是法律带到更大灾 所以耶稣在讲到 厌个征兆 它就是发生在教会里面 在马太福音的二十章的 二三到二十节里面讲到 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 基督在这里 或说基督在那里 你们不要信 因为讲基督 讲先知将要起来 显大神迹大骑士 倘若人心 连选民也就疑惑 当月接近末世的时候 当月接近主耶稣在的时候 我们更是要提防 这样的假先知的出现 第三个征兆 是在中东地区 那先知但一里所说 那行毁坏 可真的站在圣地 有自称为神的人 在那里要兴起 他只承认自己的心意 自己的旨意 也要求人要来摩拜他 他会成为一个独裁者 来治理百姓 这就是保罗所称为那 不法之人 启示物称他为敌基督 或是他的圣 第四个征兆 发生在天空 在空中 时候到了日月星辰 都将要暗淡 要显出一照 闪电要从东方发出 东天发出 直照到西边 那时耶稣便要再来 在他荣耀中显现 今天的经文 就讲到耶稣所说的 天儿要征兆 讲到基督 让弟兄我来 今天的读书 圆埃书二章 十八到二十七经 小子们啊 如今是末时了 你们才听见说 那 敌基督的要来 抱歉 我没看见 那敌基督的要来 现在已经有好些 敌基督的出来 从此我们就知道 如今是末时了 他们从我们中间 出去却不是属于我们的 若是属于我们的 就必人就有你同在 他们出去 显明都不是属于我们的 你们朝那圣子 受了灵高 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 我写信给你们 不是因你们 不知道真理 正是因为你们知道 并且知道 没有虚谎的 没有虚谎 是从真理出来的 谁是说谎话的呢 不是那不认耶稣 为基督的吗 不认父与子的 这就是比基督的 凡不认子的 就没有父 认子的 连父都有 论到你们 无要将那 从起初所听见的 常存在心里 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 存在心里 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 也必住在父里面 主所应许我们的 就是有生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是指着那 主要你们的人说的 第二七节 你们从主所做的 恩高 常存在你们里面 并不用人教训 自有主的恩高 在凡事上教训 这恩高是真的 不是假 你们要按这恩高的教训 住在主里面 让开始前 前一同的一同 我们在前上的父神里 不是那全知全能潜在的神 主 祢的恩典 超过我所修所想 共和我 主啊 今天 我们祈求祢的祢 来到我们当中 因为我们同在 能够打开弟兄姐妹的口 也能让祢的话语 深深的扎根在我们心里 主 祢是我们阿爸父 我们的神 我们的主 愿得祢得到彰显 愿得祢得到彰显 感谢赞来主 今天的聚会 完完全全交错在你手里 教导到佩玲 还是奉祢耶稣基督圣的祈求 在上上的礼拜 在父母师 征赞着基督徒生活的信息当中 使徒约翰在第二章提醒 要既能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 劝勉信徒 要来遵守主的真道 而且他讲到一个新的命令 就是要爱弟兄 使徒约翰提醒信徒们 不要爱这世上和这世上的事 这包括了像肉体上的情欲 掩误的情欲 跟今生的骄傲之后 他便开始提醒 信徒们 要注意我们的基督 在末世 使徒约翰很清楚的指示 有一位敌基督者要来 在末世末了的时候 在末世的时候出现 而正在这位真正的敌基督者出现之前 会有好些像敌基督者出现 这预言不是只有约翰在讲 之前我们的主耶稣也讲到说 会有假基督假先知出现 使得血民都被迷惑了 保罗也预言 会有大罪人 成人之子 不法的人出来 在铁扫罗尼加后书里面 二章三经里面 他就讲到 人不拘用什么法子 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 因为那日子以前 必有离道返教的事 并有那大罪人 就是沉沦之子 显露出来 铁扫罗尼加后书 二章九经里面也讲到 这不法的人来 是造撒旦的运动 行各样的异能 神迹和一切虚假的行事 不只是保罗 不只是约翰 不只是耶稣 连彼得也这样讲 是说 在彼得后书说到 从前在百姓中 有假先知起来 将来在你们中间 也必有假师 师子已尽 陷害人的异端 连买他们的主 也不承认 自取素素的命 所以你看 耶稣 不只是耶稣 保罗 彼得 约翰 他们都提到 这大罪人 提到这敌基督 必有着迪道返教的事情发生 而且在末世的时候 会越来越多 这样的假基督 假先知 假师父 假救主的出现 会越来越多 所以这些是会对教会 有造成非常重大的影响 如果有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我们是不是要来知道 什么是敌基督 我们要来认识 什么是敌基督 有好些敌基督者 他们是历代以来 像敌基督 最后像那不法之人的人 他们不是 这些人 不是最后那个敌基督 也不是最后这个大罪人 可是他们就像 这个敌基督者的先锋 在前面 在为这个最后将要到来 在末世将要到这敌基督里面预备 而且再越到末世 这个敌基督者会越来越多 会越来越像 直到真正最后那敌基督 不法之人的出现 这就是末世的征兆 这征兆也告诉我们 末世不坏 可是没有人可以知道 这个日子是什么时候 只是跟我们讲 坏样道 而敌基督 这个字本身 它有两种意思 第一种 是叫做反对基督 这词可以称为 抵挡基督 敌对基督 或者攻击基督的人 指的是在教会里面 他们散步异端的教导 不认耶稣是基督 抵挡他 耶稣基督的教导 与他的救恩 他们否认耶稣是弥赛亚 他们否认耶稣是神的儿子 否认耶稣是道成肉身 更否认耶稣是主 当人否定耶稣的时候 就是否定我们的父神 22节里面讲到 无认 不认父与子的就是基督 我们的耶稣 不是只是一个 不是只是一个伟人 不是一个宗教分子 他更不是只是一个宗教的领袖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弥赛亚 他是我们的救赎主 耶稣基督是主 因为在约翰二书里面 期间面讲到 因为世上有许多人 迷惑人的人出来 他们不认耶稣 是成了肉身来的 这就是迷惑人的 是你基督的 不承认耶稣 不认耶稣的 这就是你基督的 可是不是只有灵而已 一切的灵 也不可以完全信 他们可是负在人身上的血灵 使人迷信各样的假神或邪灵 运行在世人身上 就像约翰一书里面 四章讲到 一切的灵 你们都不可信 宗教试验 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 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 已经出来了 凡您认耶稣基督 是成肉身来的 就是出于神 从此你们可以认出 神的灵来 凡您不认耶稣 就不是出于神 这是那 以基督者的灵 上个礼拜 很多弟兄姐妹都在当中 有听到范长老 在我们当中的分享 他分享 得胜有余的信心 在当中范长老 提到一位新加坡的夜牧师 他来到新加坡 来到新殿 在新殿最大的教会的牧师来祷告 他在祷告当中 那个牧师说 有个灵 信读到他的圣灵 后来这位牧师 公开的跟新殿的教会 会众说 他要把从小读到的圣经 给烧掉 给烧掉 你说这个灵 是神的灵 还是神的灵 我上网 是从他上个礼拜 讲到什么 我上网查了一下 这个夜牧师 你知道他的讲章中 竟然说 圣经不是神的话 圣经不是真理 不能叫人得生命 神所差来的人 所说的才是神的话 神所差来的人 他在讲 这个夜牧师他自己 他讲说 他所讲的话才是真理 要听从神所差来的人 才能够得到强生 才能够成为有儿女的胖 所以敌基督是什么 敌基督是 只要不认耶稣基督的 只要是否认耶稣是神的儿子 否定他是道成肉身 他为了要否定 他赦免欠人的罪 否认他救我们脱离罗里的家座 否认他是弥赛典 否认子的 不认父与子的 这就是敌基督 第二种敌基督是什么 叫做替代基督 敌基督又有这种 这是另外一种更可怕的意思 因为敌基督不是只是 单纯的在里面前反对基督而已 而是这些人自称自己是 尼撒亚的附身 的替身 自称自己是基督 的假基督 他们称为自己是基督来迷惑信徒 那借用基督教的名称却又同时的否定基督教的教义 甚至认为圣经是老旧的历史书 已经过时了 这些都像是披着羊皮的狼一样 与基督一对 他们宣称能够带来 给人平安 能够带来给人保障 可是却带来偏向了真神 有个宗教 在他的网路上 官方的网路上 这样子 我们来看看 基督教产生于两千年前 主耶稣的显现 做光 主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 是基督 所以凡是信奉主耶稣的教位 就形成了基督教 我们都知道 主耶稣应许他必再来 到这边还好吧 OK 好 我们继续看 现在主耶稣早已回来 就是道成肉身的全人神 全人神就是末世的基督 因此信全人神的人 也是信基督 全人神跟主耶稣一样 也是道成肉身的神 所以全人神教会 更属于基督教 全人神的显现 作风 完全应验了圣经上的预言 闪电从东边发出 直到西边 人子降临 也要如此 所以你们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马太福音24章47 因为他是人子 就赐给他其审判的权利 约翰福音5章27节 这位全人神 他是以人子的形象 向人显现 做审判 从神家起手的工作 因此 信全人神 就是信基督 全人神教会 就是现实的基督教 所以准确的说 在末世 信主耶稣的人 持守的是 过时的基督教 过时的基督教 只有信末世基督的 全人神教会 才是更实现 现实的基督教 才是真正的基督教 弟兄姐妹 你看着这个影响 哇 可不可怕 你可怕 你看着他们 一方面又圣经上的话 来支持他们 说他们不是义专 他们不是邪教 可是一方面 又颠覆了 又偏颇了 圣经上的教导 你知道这是什么宗教吗 这宗教叫做 全人神教会 这是我们所知道的 东方闪恋 他们承认耶稣是神 他们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 他们承认耶稣是基督 都讲的 是不是 可是呢 他们也用圣经上的话 来证明 东方闪恋 不是一段 不是邪教 可是你看到他们所写的 他们却扁低了圣经 妄刺定应耶尔华 妄刺定应耶稣的名 在新的时代 以全能神为自居 他们大胆的取代了耶尔华 和耶稣的地位 更不承认三一真神 否定了三一真神的全能 全知与全在 而对于耶稣救赎的工作 东方闪电 他们称耶稣道成肉身的工作 不完全 他们说 人子如同闪电 从东边发出 直照到西边 人子降临也要如此 人子第二次的道成肉身 已经在我们当中 而且是个女基督 因为第一次来的基督是男性 第二次的基督来的是个女性 这样就完成了道成肉身的意义 第一次的救赎是救赎人类 第二次的道成肉身是征服人心 战胜赏代 完全的否定耶稣救赎的永久性 在西国来书的第十三 第十节跟第十节 如此清楚地讲到 我们凭着旨意 靠着耶稣基督 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 就得以成圣 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 就在神的右边坐下 我们靠着耶稣他一次完全的献上 就有那永远的赎罪祭 就得以成圣 也因着他一次的献祭 就叫那得以成圣的人 得以完全了 对于这种替身基督 真的是要比那种反对基督来更可怕 他们抵挡住 他们高抬自己 他们一方面口口声声说 他们利用圣经上部分神的话语 来为他们做辩论 使人误会他们为正当的基督教会 一方面却贬低了基督 说基督的工作尚未完成 这是不够的 需要加上他们后来所添加的这些东西 才能够是完全 他们宣传那似是而非的言论 来否定神 来否定耶稣基督 来迷惑人 来带人偏离的神 而走向他 而这些底基督 很多都已经在教会里面 他们真的就像他披着羊皮的狼 他们挑起了争端 他们挑起了分裂 而且也不容易变别 他们不会承认说自己是底基督的 没有人自己会在教会里说 我是底基督 没有人会这样讲 他们只有在真正叛教的行为出现的时候 人们才会发现 这就是底基督 这就是 这些就像他魔鬼的使者一样 他们就是要破坏教会的见证 他们就是要主导教会 所拯救人灵魂的工作 他们要企图拜偶像 拜邪术 拜鬼灵的 他们觉得这些都可以相信 也因着这些 以基督 假先知的出现 他更加的提醒 弟兄姐 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谨慎 根据在大陆 被东方闪电 全人神教会受骗的民众 他们就回去想想 为什么会相信 他们就说 这些邪教 专门对于那些固冷 不乐 却有根底的教会 吓死我 他们这些人 很有爱心 乐于主人 常常装出一份 和善的面孔 他们称自己也是基督教 我是正当的宗教 也是国家 特准 可以宣传的宗教 他们加入以后 就可以改掉恶心 能够做好事 但渐渐熟了以后 他们就会跟你讲 圣经啊 已经过失了 需要有新的启示 然后就开始 讲讲他们新的宗教 这些全人神的 无所不能 信这全人神的好处 就开始听他们 一开始听他们讲到 觉得还是有点怪怪的 可是因为 常常接受到光处 常常因为人情的关系 就坐在那边 继续的听 继续的听 久而久之 越听越多就 要进了陷阱 他们的爱心 常常会使人 失去的见识 最后拉走 教会许多的信徒 教会许多的同工 而使整个教会 都变成这个 一关的距离 可怕 所以我们要知道 什么是敌基督 我们要来认清 敌基督的 我们来认清 敌基督的行为 以及信仰 他们曾一度的 进入到教会 与信徒来往 之后却离开教会 他们不属于神 他们不属于神 不属于教会 是属于这世界的 记载在约翰一书 二章十九节 在约翰一书的 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里面讲到 他们不认识真理 是说谎的 他们否认父神 没有父神 迷惑人 也有人离开了真理 离开了福音 所以敌基督 他们在信仰上 主要错误 就是否认耶稣为基督 否认耶稣是神的儿子 否定了耶稣 在死者下上的救赎 否定耶稣是唯一 通往救赎的道路 敌基督里没有圣灵 所以他们行事为人 是靠属世的手段 敌基督者是虚伪的 他们凡事没有用心 投机取巧 见人说人话 对罪没有感觉 敌基督者 就是否认耶稣是基督 他们不认耶稣是道成肉 圣的救赎 否认耶稣是主 弟兄姐 不要以为这些异端 邪说 这些东方闪电 都离我们很远 我们中华归族 像我们这样一个教会 在这个圣和西 这个地方 好像都不会被影响到 不会被他们接触到 不会被他们渗透到 可能有些在座的弟兄姐妹 还记得 几年前的一个礼拜天 就在隔壁 隔壁的停车场 我们现在没办法停 就是隔壁那个停车场 那时候出现两个妇女 因为那时候 我们都还可以在那边停车 所以一到礼拜天 大家停在那边的时候 刚下车走出来 这两个妇女就上前大膳 就跟她们交谈 讲啊讲啊 就开始逃出手边的手车 讲啊讲啊 就掏出了光点 那时候还有光点 OK 就交给她 后来我们才知道 这些是东方闪夜 全神教会 来到当地 来到教会 开始灌输这些异观 所以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谨慎 这些敌基督假先知 他们主要来进天国 把人带你的身 使人沉沦 使人离失真道 使人的灵魂死亡 最终把他们带到灭亡 带到的地狱 所以我们要随时的警惕啊 我们要警醒啊 不要以为这东方闪电 这些异端邪说 只出现在中国 只出现在别的地方 离我们非常远的地方 只有在别的教会才会出现 因为在任何时间 在任何地点 在你教会 在你家 都会出现 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谨慎 所以老约翰知道在会众中 有真正爱主的基督徒 可是也有一些欺骗 诡诈的敌基督们 所以他在指出 这些敌基督者 叛教者的特征 以及信仰上的错误之后 老约翰 他并没有低估这些异端 对教会可能造成的破坏 所以老约翰 他不只是教导我们 怎么去识别这些异端 怎么去辨别这些敌基督者 怎么去看 怎么去分别 他也提出了两个重要的 防御的方法 他们提醒信徒 要谨慎地面对这些虚荒的异章 首先第一个方式 就是要能够持守真理 要能够持守当初 从起初所听见的福音 这福音就是使徒 起初从主耶稣那边所领受的 是没有被人曲解的 是纯洁的真理 是神纯洁的教导 这福音就是神儿子耶稣 他道成路身 屈尊救悲 为要赦免人一切的罪 被钉在十字架上 留下保鞋舍生命 成就那永远的救赎 埋葬三天后的复活 使一切信他的 不知面无 反而言之 这福音就是那使徒当初 所募集在耶稣在世的生活 及工作 并且亲身的体验 而有做这样子的见证 这些使徒当初所领受 是完全正确 所以信徒们就当持守 那从起初所听到的道 所听见的道 而使徒约翰 不只是要使徒 不只是要忠于起初的教训 认定他的事实 而他也要将这所 起初所听见的道 能够放在 长存在心里面 不要随便的失去 那我们如何能将这真理 长存在心里面 能够在 如何在生命里面 能够活出这基督的 所赐的新生命呢 首先 我们要肯定自己的救恩 当我们有属神的生命 我们信主以后 我们就有属神的生命 我们有主所应许的永生 这永生不是只是等到 我们死了以后才有 这永生是当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就有耶稣基督 所赐的新生命 第二 我们要能够来认识真理 我们要能够认识真理 我们学习真理 我们才能够实行真理 才能够不会被异端所迷惑 所以我们也要多多的读经 多多的思考神的话 也非常努力 弟兄姐妹 你能多多参加 第三 与神建议亲密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先打开新门 我们要借着祷告 灵修 让神的话来感动 让神来我们心里做工 让他能够运行在我们心里 然后我们才能够长存在心里 借着圣灵 叫心里的力量 能够刚强起来 这样就能够住在主里面 与神持续的相交 聆听主的声音 或一个由圣灵来带我们的 所掌管的生命 使徒约翰 这里指出 持守真理的好处 就是让我们能够住在主里面 与主联合 主就是真理 当你住在主里面的时候 你就是住在 当你住在真理的时候 你就是住在主里面 神就是爱 如果我们能够遵守 主的命令 住在爱中 而真正的基督徒 也是住在主里面 与主联合 就没有离开 没有被敌基督 诱导 而走向那错误的道路 而偏袒地走向 偏离神的道路 所以我们要持守真理 所以我们要持守真理 也不至于受到诱惑 使我们能够与主更加的亲近 第二 是要顺从圣灵的教训 第二七节里面讲到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 长存在你们心里 并不用人教训你们 只有主的恩膏 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神恩膏是真的 不是假 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 住在主里面 什么是恩膏 恩膏就是圣灵 在旧约中 他就是以膏来抹 神所拣选的人 包括君王 包括祭司 受膏者代表是神所拣选的 分别为圣 在新约中 哥里多后书的一章 21到22节里面讲到 那在基督里兼顾我们和你们 并且高我们的 就是神 他又用印印了我们 并使圣灵在我们心里 做凭据 神赐下圣灵 当作恩膏 来涂抹每一个圣信徒 以表示信徒是分别为圣 属神的人 所以当我们相信 并接受耶稣基督 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 这圣灵的恩膏 只要有真诚的信心 就可以接受 与我们同在 在凡事上 有圣灵做我们的训位师 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有圣灵与信徒同在 在约翰福音16章13节里面讲到 只等真理的 灵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 明白一切的真理 圣灵是从神而来的灵 他是真理的灵 他是教导我们明白真理 帮助我们祷告 引导我们走当行的道路 教导我们去抵导 抵抗诱惑 圣灵既然是真理的灵 他就能够来帮助我们 抵挡那 是是而非的言论 帮助我们抵挡那虚假的事 帮助我们来 抵挡这些异端 所以圣灵 他既是真理的灵 他就在凡事上 教训圣灵 不要让错误的教导 错误的指引 来取代圣灵的教导 使我们能够脱离虚化 能够活在 网络 当我们真正的重生 得救以后 我们就有新的生命 而这新的生命 就是永生 重生得救以后 有没有可能跌倒 有没有可能偏离 有 他从中牧师就讲到 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 跌倒 走离着神的道路 你知道会怎么样 神一定用鞭把你打个半死 叫你重新的 复兴的站起来 转过头来 重新回到神的道路上面 做一个有生命的人 你可能会骗你 你可能会全身受伤了 才会复兴起来 彼得三次的不认 彼得有没有跌倒 有 结果他回头 就是因为圣灵能够在 凡事上教训信徒 不让人错误的教导 来取代圣灵的教导 所以圣灵能帮助我们 脱离各样的虚化 能够活在真实的光中 所以老约翰 他提醒今天 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 是已经从主 耶稣基督那边 领受了圣灵的能高 而是圣灵也会教导信徒真理 保护信徒不受那个迷惑 不受那比基督的迷惑 所以当有人说 耶稣是神所创的灵 你知道这是什么 如果有人说 耶稣的救赎没有完全 需要第二次的救赎 你知道这是谎言 如果有人说 耶稣没有复活 你更知道 这是谎言 因为当你有圣灵的内住 有圣灵的教导 能够分辨出真理 跟虚化 你就能够知道真理 知道耶稣基督 是神的独身主 祂道成肉身 谦卑地降在这世间 为救一切的罪人 被钉在十字架上 埋葬复活 祂是我们的主 祂是我们的救主 反信祂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这也是众信徒 从一开始 所听到那 纯正的福音 一个没有接受福音的人 是没有圣灵的 你中了 有高深的学问 也无法来 辩论真 与虚化 因为真理的圣灵 没有在 所以当圣灵 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我们就可以 住在基督里面 当我们与基督 在灵 跟生命上方面的 结合的时候 我们就是住在主里面 在约翰一书二章里面 他也讲到 住在主里面的 三条三种途径 就是在二章的 五到八节点讲到 要遵守相爱的命令 第二 要长存起初 所听见的真理 第三 要顺从圣灵的引导 这三样 是彼此的观点 叫我们与主 能够有那 更亲密的连接 使我们能够 住在主里面 使仇敌无法加害我们 住在主里面 我们就有真理 能够成为我们生活 工作 行事 为人的根据 使对主的信心 能够更加坚定 我们有神的话语 来分辨 异端的谎言 我们有神的力量 如同盾牌 能够来抵挡 抵挡 敌基督的攻击 我们更是有神的道 能够来与魔鬼阵战 并更因为我们住在主里面 我们就能够为主来发光 发热 能够与主有亲密的关系 而自然而然的躺然无惧 来到主 主面前 住在主里面 与他在 在过世 会有越来越多的 敌基督 越来越多的 假师父 假先祖 而面对 在末世 各种各样的一端 五花八门 似似而非的学说 我们要格外的小心 要格外的谨慎 不管是反对基督 否定基督 或者是提升基督 我们要紧紧的抓住 从神那边所起初所领受的福音 并要在信仰上面 经历着 有圣灵的带领 特别是在信仰真假的分辨上面 能够顺从圣灵的教导 脱离各样的虚化 才能够活出真正的福音 让我们住在主里 让我们活在主里面 如同资质与葡萄树 紧紧相 让我们住在主里面 从他那边 领受他生命的活水 永远呼吸 让我们这时候请敬拜团队 我们来听这首 《住在主里面》 《住在旁边》 《在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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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在无归无安息 得理财物丁尽安闻 我能同意不定战事上的 主在地里面 主在地里面 如同是岁目高速 紧紧相连 主在地里面 主在地里面 临守生命我随全愿 永不不见 主在地里面 主在地里面 如同是岁目高速 紧紧相连 主在地里面 主在地里面 临守生命我随全愿 永不不见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是那全知全能 全在的神 我们感谢你是能够让我们住在主里面 能够如同资质与葡萄树一样连接在一起 主啊 你能够让我们 当我们与你同在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从你里面 知取那永恒的活水 从你那边 知取那力量 从你那边 知取到智慧 能够让我们知道真理 能够让我们都来分别出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什么是异端 什么是主 所你所教导我们的真理 主啊 恳求 恳求你在这末世的世代 当我们看到这么多混乱的世代的时候 有各样异端的学说 我们知道主 你乃是代理我们的主 你乃是赐给我们真理的主 你乃是他教导我们的主 你乃是他赐灵于我们当中的主 当我们走离天道 当我们跌倒的时候 我们更相信 我们也有安慰 因为我们知道主 你会借着圣灵 帮我们重新拉回到主 你的道路上面 让我们坐在主里面 我们就能够有主 你的力量 有那永恒的能力 我们感谢赞民主 这样报告的佩服 那是奉耶稣基督圣经